喂 媽 哎呦 你放心啦 你不要常常在坐在那裡看電視啦 電視說的都太瘋了啦 我做醫生的耶 阿靈啊 你在那裡洗衣的耶 不要太拚了 自己洗得比較重要啦 好啦 我知道啦 你人在打啦 我怎麼沒看過你 那個我在這部戲裡面 飾演的是許鴻鳴 他是內科部R1的住院醫生 應該說就是R1就等於住院醫生 就在裡面很菜 然後是要比較笨一點 很多事情都不會 依賴著很多的姐姐們 幫忙我處理很多事情 我覺得困難的時候不再學習 我覺得困難的時候 是我們已經在拍攝實際演練的時候 因為學習是學習 可是等到事情發生 你要去把這一整套模式去呈現出來 那確實在我們的思想範圍的想法 跟真正醫療團隊來幫助我們 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因為可能我們的想法會比較單純簡單一點 可是醫療團隊他們畢竟是專業的 所以也很感謝說社傳醫院他們這些 醫療團隊然後來幫助我們拍攝 然後教會了我們很多 在當下急救或就是病人的情況 我們要怎麼辦呢 去幫他做到最好的急救或就是治療這樣 我們吃給你喔 我給你給你 好 給你坐腳 或許不要說是所有 來 準備 哥哥你要坐下來喔 我知道 好 清楚 我知道 好 你這樣好不好 最深刻的是因為 也回到現在的COVID-19 因為我奶奶也是在去年COVID-19的時候 得到了這個疫情走標的 對 所以很容易會跟自己的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 去做一個很強烈的連結 所以在這個事情裡面遇到很 只要我緊身衣包著小白兔妝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送我奶奶的時候 就包小白兔妝 只要那個衣服一穿上 我就會立刻想起去年這段時間 因為差不多就這段時間 五月多的時候 應該那個時候的事情 就會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然後跟那個感受 只是插了一個護目鏡 因為SARS那時候護目鏡 還不是說相當的流行 首先我覺得 就像《鬼鬼小白社》說的一樣 我們希望給大家 看到一個台灣的故事 就是未必說百分之百的真實 可是我們想讓大家知道 曾經台灣發生過什麼事情 給大家一個 可以去追溯的點 或者看到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很重要就是想要替現在COVID-19 還是一直都在醫護人員 站在第一線位置的人 去表達一下他們的心聲 因為確實說 醫護人員是辛苦的 可能我們生病我們也很痛苦 我們也希望我們可以趕快好起來 可是照顧我們的是他們 就是這種東西我覺得 在我自己演醫護人員的時候 我也會發現這個問題 因為我在急救的時候我很緊張 病人也很緊張 有時候我們會很急的時候 人家口氣可能會相當不好 可是醫護人員不可能百分之百 保持著非常有耐心的一個角度 可是他們都是愛你希望你好的 所以我覺得讓我學習到很多 就是也希望可以讓觀眾學習到很多 就是我們自己是個病患 我們跟醫護人員之間的關係 要放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大家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然後一起把你的身體的任何病情 給照顧好是最重要的 對 拿去哪兒 對 拿去哪兒 我在吃飯就有先過來 不是我說中藥酒 不是我說中藥酒 不然慢慢讓你們想不及 差別